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条约虽然签了 但俺们都是被逼的 1842年9月1日 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 钦差大臣齐英 与蜀诈谱副都统一礼部 两江总督牛舰三人 联名至英国全军代表 铺顶查召会 从此万年和好 无话不可商量 咱两国再也不要争了 条约好好遵守执行吧 看着投降三人组的意思 一个条约米兰筹 打完就了了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三人是奋不起来了 但其他人不行啊 首先大老板特愤 条约粗定之时 刀光自己给自己找台阶 说揽奏愤恨之志 但由于心系亿万老百姓 故随奋门默示 不得不绵云所情 皆做一劳永逸之计 这个傻皇帝 看到条约文本 心里那个恨啊 那个愤啊 胸中憋着一口气 那是一万个咽不下去 是有些咽不下去 天朝什么时候丢过这等人 不过更丢人的是 咽不下去 又打不过人家 就把亿万百姓颠过来了 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安抗 我才不干呢 做领导做到这个份上 够不要脸了 其次 参与分红的宗室 及各级官员们分 大清这家公司分红力的时候 爱新觉罗加拿大头 其他各级官员 根据血统或职位拿小头 如今公司面临被外资挤兑的危险 他们当然要分了 不过 由于满人汉化程度不够 所以就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祖和的大臣经常是满人 祖战的大臣却往往是汉人 这一点 美国学者马世也发现了 他说 齐善 伊礼布和齐英 这些满洲官员的代表人物 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 和预测前途的能力 但是他们的汉人同僚 既曾盲目地主战于当初 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 一句话 汉官们比满官们更热爱这家公司 估计是满清公司的科举制 让汉官们深感满足吧 第三 打工者们愤 理论上讲 打工者完全不必担心公司的倒闭 这家倒了 给另一家打工就是了 问题是 中国的打工者就是这么忠诚 公司大小老板越暴虐 他们越服帖 吃人两口草料 就还好当吃水不忘挖井人了 实践与理论 缘何能脱节到这种地步 也是天朝特色与传统 咱就不追究了 咱只是感觉奇怪 主子挨了一巴掌 奴才及其后子孙 就能世世代代耿耿于怀 这奴才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呀 愤也罢 如果仅停留于一种情绪 顶多影响他自己的身心健康 与生活品质而已 影响不了其他 问题是 天朝君臣民们 往往把情绪投入一种 更加不良的行动 第一 条约是被逼的 咱就理直气壮的 不予遵守 咸丰云 自古妖蒙不信 本属权宜 一句话 咸丰认为这种条约 本就是哄一人完的 中国传统 大信不信 邀约不信 这传统的发扬于广大 跟孔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子曰 人儿无信 不知其可也 子汉曰 自古机有死 您无信不利 但是孔老师之信 有前提条件 极道 无道之信 那是没有价值 也不需要遵守的 至于啥是无道 那就看你自己理解了 这方面 孔老师亲自给大家做过表率 某年某月 某日领着学生周游列国 做国际访问学者的孔老师 路过魏国的仆役 师逢公孙氏在仆役剧中闹事 被孔老师知道了 几个闹事者抓住孔老师 对他说 你必须答应我们 不去魏国都城 不把这里的事传到那里去 我们才能放你出城 否则 你就只能老实地待在这里 孔老师答应了 但是一出城门 就毫不犹豫地把车往魏国都城的方向赶去 按实际孔子是家在 孔子得一门生子共看不下去了 则问他的老师 蒙可负邪 孔老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妖蒙也 神不听 一句话 被人要挟 想破定下的蒙约 神都不听的 结果 孔老师不但到了魏国都城 把公孙氏之事告诉了魏军 还建议他出兵征讨去 魏军没有出兵 但孔老师的所作所为 一定让他的学生大开眼界 更让后世的国人全都学会了 只要您逼俺定约 俺就有权力不守 问题是 后世的咸丰君臣 只学会了孔老师的一半 孔老师用假承诺 欺骗仆役造反者 那是他知道 人家没机会找他算账了 而咸丰君臣只知道不守条约 却不知道不守条约的资本 他们根本不具备 如果不具备 那么下一回的挨打只会更重 下一回的盟约也只会更加苛刻 第二 对于战争结果 中国人普遍不服 牛舰 伊犁部 齐英等义和大臣 在与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 既佩服鬼子的军事力量 还佩服鬼子的诚信不贪 总之 他们爽快地与鬼子签了约 在他们的忽悠下 道光皇帝算是勉强接受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道光心里面的接受 其他地区 其他官员更是如此 马师说 撇开亚洲人本来就不承认 任何决定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不谈 当时却也看不出 有什么非要中国屈膝不可的情有 中国政府已经议和 但是全国各地却仍认为 有权不理 或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 所规定的种种限制 说得太对了 一步中国近代挨打史 中国人似乎从没赴过书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 不是咱打不过 而是昏君道光不会用人 比如撤了主战派林则徐之职 换上了主和派其善云云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 广东那边都愿那个叶鸣臣一味强硬了 天津那边都愿僧王战略失误了 上海那边都愿那帮官员城买办了 北京那边都愿王大臣们开门一道了 此后的中法战争 主要愿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和张佩伦的临阵逃跑主义 再后的中日战争 还是愿李鸿章投降 此外还有段鲁贵贪污军饷 叶志超临阵逃跑云云 最后的八国联军战争 都愿老太后 亲自给洋人抛投降的魅眼不说 还把屠刀兑向了义和团 至于东南都府们 不但不帮北京政府抗八国 居然与洋人策划个东南湖宝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 蒋廷福先生曾经表示 希望林宫不要被罢 认为林文忠的被罢是 他的终身大姓氏 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 林不去则必战 战则必败 败则他的声明将与叶鸣臣相等 则中国会速和 速和则损失可减少 国人则皆服输 服输则会低下头去寻找战败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违心就可提前二十年 先生想得太美了 林则徐还没打 就成替罪羊了 如果继续打下去 顶多做个叶鸣臣的前辈 叶鸣臣不就是个最大的替罪羊吗 一句话 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找借口 找替罪羊进行滋味的族群了 所有的失败都是偶然的 或者人事上的 谁都别想让俺中国人服 第三 输得不服 执行起条约来 当然勉强 既然输得不服 那么执行起条约来 当然心力有限了 何况条约制度的建立 对习惯朝共制度的天朝来讲 首先是一种心态上的折磨 万国来朝的中华优越感 就这么被撕碎 天朝君臣民不适应了 心力的有限和心态的不是 导致的结果只能是 西方国家已经把条件强加于中国 中国却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他们 他们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 继续批评这个条约 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 他们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 收回在谈判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南京条约之后的其他条约 都是齐英完成的 所以 帝国臣民对条约的敌视一部分 转移到了对齐英本人的敌视上 齐英当初定约时 有两个希望 既希望己方守约 又希望对方守约 不说对方如何守约 单说己方的守约 齐英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他发现自己丧失了一切的支持 被迫自视前沿 并且被反他的立场 他试图信守条约的行为 不仅受到了民众 以前的航商和每个下级官员的反对 而且还遭到了北京一个势力 日益强大的派系的反对 按马仕的说法 整个帝国都在反对他 齐英当然发现了 信守条约的阻力 他夹在中英之间 实在难受 比如英人入城问题 其他五口都已准入 就广州坚决不让 没有办法 只好接受手下的建议 在1847年4月6日 与英人约定两年后解决 然后他赶紧想办法内调 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宜人也不傻 发现条约虽然定了 但是清政府军臣们 能拖就拖能扯就扯 1848年春天 齐英内调回京 梁广总督兼钦差大臣 由徐广进继任 1852年10月 中国也可以说不得典型代表 叶明琛 接替徐广进之旨 疑人先是发现 徐广进远不如齐英 这个老好人好说话 后是发现 叶明琛更是不如徐广进 美于诸国召会 不是略回给予 就是干脆不回 于是他们想起了 《望下条约》中的一项条款 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 除了专办外交的钦差大臣 还可以通过梁广 闽浙或两江总督带打 于是他们开始北上 找两江总督 但是两江总督告诉他们 皇上只让梁广总督带礼遗物 于是疑人在找梁广总督 梁广总督说 他只是中国的钦差 没有西方所谓的变异形势之权 所有的事情都得皇上安准 但在密哲覆片里 却不忘告诉皇上 疑人有什么事 只管往广州推 推我身上好了 疑人投奔天津 希望直立总督带他们投书皇上 皇上再请直立总督带会疑人 一物全规梁广总督管 请南下找梁广总督吧 于是乎 疑人在北京 天津 上海和广东之间 就像皮球似的 被踢得咕噜来咕噜去 驻华公使 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博士 也不傻 向国内报告说 如果以为道官皇帝 大学是穆章额 谈判人齐英和义立部 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 把条约看作进一步交往的踏脚石 那就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了 相反 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交往的栅栏 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 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比如中国持近天主教 使他们在黄埔条约之外 额外争取到的一顶成果 黄埔条约 只准许法国在五口建立礼拜堂 道光于1844年11月11日 不情不愿地批准了 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 天朝百姓也根本不知道 政府有了宗教持禁令 1845年8月 法方强力要求 中方公布持禁令 并且在上海 宁波等地做实地考察 考察之后 再一次向清政府强力要求 并且以战争相威胁 道光这才于1846年2月20日下令 各地官吏不得查近天主教 这种种情况 让法国当代学者断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建的条约 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 也对基督教开放 事实上 南京条约签订后 清政府的大多官员 根本不知其内容 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梁广总督衙门 而且并未搬行 后来的两江总督何贵清 曾向咸丰奏报过 历来办理遗物诸臣 但只有万年和约之名 而未见其文 以致勿将通商张成 作为万年和约 问题是 像何贵清这样比较明白的大力 天朝根本没有几个 就连何贵清本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还被咸丰的媳妇 慈禧太后 新冠上人三把火的时候 杀鸡给侯看了 政府也不稀罕 总之 天朝链条上的某个臣子 与鬼子打交道多了 可能清醒些 但是他挨不住 天朝整个政治系统的 无知于偏执 如此清醒下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不能发生呢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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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